立法會換屆選舉章字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策劃所謂的初選 以決定黃營由誰出選相關議席 以免在選舉時出現互相戒票的情況 黃營最終目的 就是要在下屆的立法會奪取35家席位 一旦成功就會運用權力 否決財政預算案等重大政策 令政府停擺 以迫使特首回應所謂的五大訴求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早就說明 既然初選的目的是為了癱瘓政府 組織、策劃和參選初選等行為 都可能違反了港區國安法相關條文 港區國安法列明 任何人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 將會喪失選舉資格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解釋 由於條文未有寫明限期 所以可視作終身DQ 而言而這股民主派自居 卻早已變成攬炒派的黃色勢力 在港區國安法這把高原的利劍之下 卻仍然明目張膽搞陽謀 戴耀廷更大言不囚 說要多謝曾國衛為初選宣傳 到底是甚麼原因令這班人有此無恐 港區國安法實施已經有大半個月 但黎智英、李柱銘、戴耀廷之流 繼續逍遙自在 那班黃色政客一個叫得比一個大聲 說到底就算有再鋒利的劍 特區政府若懸疑不用 港區國安法終究是一紙空文 國家為立法保護香港 不惜與歐美列強撕破廉皮 付出已經太多太多 特區政府絕對不可以繼續畏首畏美 唯有下定決心 將亂港分子一望打盡 守好國家南大門 與祖國共亢愛武才是唯一的出路